有不少哥们私信我,让我说,华哥,你拍一个单手撒网捡网的一个教程,咱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个单手撒网,怎么撒,怎么撒,怎么撒,其实呢,这个单手撒网嘛,咱平时呢,就是娱乐娱乐,拍开心玩玩,你平常撒网不可能在盒子上,两个时候撒得太累了,一个时候在盒子上撒网改机,不可能,但是娱乐倒是挺好的,咱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个教学,来,现在开始啊,捡网的时候吧, 别管你是单手双手,捡网,都是正常捡网,咱现在就开始捡网,还是开楼门,前面捡网都是一样的,最主要的还是捡斜面,这个网还是要捡斜面,斜面捡网,一把网,单手撒网的话好打开,斜面大一点,然后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够捡了,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够捡了,然后离子 这个,留上了两个兜,不要捡的这么多,留上两个兜,这边有一点多兜,然后这样捡完以后就不用再,左手不用拿了,直接把这个网呢,看了吗,一块儿并起来,抓住就行,这边呢,这个地方能让它大腊的长一点的,大腊的长一点的,你甩网的时候不,它能能留住,留一下网,容易开得好,然后提起来,甩就行, 不要让这个网乱,然后我们走这边呢,咱撒一网试试,来了老铁门,咱看一下,捡完网以后吧,然后就这样抓住,这个网子不要让它乱,还是排列有序,然后呢,这个网呢,就翻过手腕来,就跟那种后手一把旋打法一样,拉出一个三面的,扔出去就可以,往这边走,然后拉出三面,直接扔出去就行,是吧,其实很简单的哈,只要是咱们平常会打这个一把网的人,只要你把网捡好,这个一手杀网,一个手杀网, 一一练,第二练就会,然后呢,给点个文章,这个朋友们的那个,分享一个,怎么样把这个网打得更远,就是说呢,减网该注意什么,或者甩网的时候该怎么发力,大家今天分享一下,我这个网就是四米九斤,四米的网九斤弄,然后呢,现在太多了,其实呢,你网的时候一开始呢,这个罪子都得让它趴在里面,这一点,别管你是打一两头网,还一进网,这个罪子都得让它下飞散军民, 这样才好间了,这样呢,剪了一两头网,开出门,抓在这里的上方,然后就搭进行,这个时候抓住这个底缸,剪的时候,我这个底缸,始终都是在狐狐的对里边,不要让它跑到外面走,一开始剪的时候,稍微高一点,就是原来从膝盖下方,这个就从膝盖的位置就可以,或者是从膝盖上方都行,然后剪一个小鞋面,慢慢地往膝上方走,走的幅度不太大,轻轻地, 往膝盖上方走就可以,让这个网呢,有一个小鞋面,鞋面也不要太大,然后剪网吧,尽量长一点,往长一点,往长一点,往长一点就从这个手的位置到最低的位置,这一段长一点,然后这边呢,就再剪出两三个兜了,剪两三个兜的话,不需要剪得太低,要剪得稍微高一点,稍微高一点,两个兜,两个兜,高一点,然后就让它还是一变手法,就让它抓住,看,这个网就剪了, 打远的话,这个网要脱高一点,现在就让它脱住它,脱住它,别让那个网乱,脱得高一些,脱得高一些,这个网拿着长,拿着长了,你甩的时候,可以摆动的幅度,它就大,增加摆动的幅度,幅度摆动的大,往甩出去以后,容易飞得远,咱走后面,咱打一网看看,来,这样哥们,咱打的时候,咱现在打一网看看,这个打这个网的时候, 这种往这边摆,摆动的幅度要起高一点,回来的时候,一定要手伸直,你手伸直了以后,它这个往摆动的幅度就会增加,幅度摆动得又大,扔出去以后,它又扔得越远,咱打一网看看,然后,往前摆动,高一点,幅度大一点,走,这样,它会远一些,最主要, 大家知道的一个,甩网的时候,最重要的是什么,别管你打两把网,还是打几把网,你这甩网的时候,两只手甩出去的时候,这两只手同时往外使劲,你右手不要再扯一下,也不要留一下,有的哥们就怕撒不开,然后呢,打脸怕撒不开,他非得再拽一下,好了,你这拽一下就叫流网,你这一流,那个网就不往里面进了,大家可以试试哈,平时多加练习,谢谢大家, 大家可以试试哈,平时多加练习,谢谢大家